这么大的艾菲尔铁塔居然是巧克力做的 妈妈这是巧克力的 亲爱的们 我们在巴黎的巧克力博物馆里 自己动手做了巧克力 又到了法国周三不上课的下午 所以就预定了制作巧克力的手工课 加上我们一共是三家 都是妈妈带小朋友来的 先教我们怎么裹一下巧克力 然后拿各种配料装饰成巧克力糖果 这不简直圆了这些小孩的梦想吗 老大自从去牙医那补牙之后 一直就让他少吃糖 今天终于释放天性了 可以在这吃个够 桌上的糖果随便吃 巧克力也可以边做边吃 吃不了的都可以带走 做完糖果就开始做整版的巧克力 往里面加什么料都行 做自己喜欢的口味 秘诀就是往下挤巧克力的力度要把握好 等这些巧克力冷却了就可以装好带走了 手工课持续45分钟 主要是让孩子们参与制作巧克力的过程 还可以带回家让家人品尝自己制作的巧克力 票价是35欧元 每个人包括参观博物馆 更好玩的是 这里还有两个巨大的真的巧克力制品 楼上的博物馆收藏了一千多件 关于巧克力的藏品 还介绍了过去四千年 人类发现可可以及种植可可的历史 博物馆里的巧克力也是随便品尝的 我感觉孩子们在这里算是过足了吃巧克力的瘾 而且听说天玩小游戏 临走的时候还能再领一个巧克力 参观起博物馆的时候都特别的认真 虽然这个巧克力博物馆不大 但是足够孩子们在这里过一个充实的下午了 你们说呢 都给我赞 我这个参观起博物馆不大 就能够自己的眼睛